最近困扰我的是工作室太乱 探着杂乱无章的陈设 心情特别压抑 这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无形的墙 阻隔了创造和奇迹的发生 工作室该造开始 先腾出背景和工作桌的空间 先把放螺丝的货架推走 这个大的工具墙太重 真不容易啊 哎呀 妈呀 啥东西掉了 先不管它 接着干 挪走我收藏的木板 哎呀 妈呀 吓死我了 这是啥鬼呀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龙皮 用木棍把它挑走 心里麻麻的 觉得恶心 解肉感 一定要用水泥堵住那个缝隙 不能再钻出来杀恶心东西来了 打开我祖传的水泥 拿着我大概是康熙年间的不锈钢水槽 我就不客气了 直接戴手套抓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一份水泥三份沙子 我这祖传水泥越看越觉得不管你 先不断了 该走的形式还是要走一遍 即使是不中硬的 浇水 搅拌 每一样都不能含糊 一定要堵住这些缝隙 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 主背景主要元素就是货架 两个货架组成三连体的 背景空牢牢的 感觉不好看 加上两块免期生态板 顿时提高了一个档次 再摆上一个光束灯 是不是更能提高档次 是不是有点感觉 现在开始改造工作了 这原本是网吧里的电脑桌 找到固定红缩板的螺丝 垫上红费品站收来的相框背板 发现一个问题 这里缺一个角 把重约一百斤的桌面 从平台上放下来 这时我买的欧松板也有了用户之地 桌面变形了 最有效的方法是用钉子固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测试体验新的手工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